前两天倒了一大批葡萄干 然后昨天晚上又倒了一大批干果 大概有60多箱 放在这个新库房了 感觉有个库房就是方便 你看这边放了60多个箱子 基本三分之二面积都还空着呢 感觉比家里地方大 能放好多货 而且能按它那个肘类跟口味分开码放 摆得特别整齐 找货找起来特别方便 就是我跟大为算了一下账 最近订货订得多了 就这两三天一下破款出去了五六万 感觉压钱压的还挺多的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单价比较贵嘛 这种感觉在这家订货 再过几天钱就就准不过来 快不够用了 刚刚从库房回来就赶紧打包发货 然后问快递说 今年快递什么时候放假休息 他们说他们也说不准 有可能就发到腊月去了 也有可能过几天说停就停 还说不来 所以我一下还着急了 因为我今天才把这个大理包 这个规格设置好 这是我们从纸箱厂订的这个包装 这两天我刚收着 我感觉这个盒子挺漂亮的 就选定这种了 然后今天设置了一下里边 都装多大的规格 然后都要的一些种类 给大家看看 这里面每一包都设计了十两八五十克半斤装 奶枣 红香菲 绿香菲 腰果 开心果 八单木 碧根果 下边一果和这个无花果干就这么多 一共是九包 咱们是高级大理包 咱们这里面没有那个花生 瓜子 核桃 什么蚕豆 蚕豆之类的 都是智领八百的这个高级甘果 送人的话还是挺有面子的 我们以前从纸箱厂订的这个最大号的箱子 发现跟这个礼盒 刚好严丝合缝的 就跟专为它设计的一样 放进去正合适 这个礼盒的包装就是 这个酒包装在这个红色礼盒里 外面发出的时候再套一个普通的纸箱做保护 这样瘦到的时候拿出来 这个礼盒不会脏也不会压迫 也不会压坏了 然后送礼的话就比较好看 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想一样买点 每个都尝尝 他自己吃不需要送礼 不要礼盒的话 有这种普通包装 就直接放这个普通纸箱里 就稍微便宜几块钱 少一个礼盒钱 建议今年大家提早点备年货 因为快递跟物流的这个时间说不准 物流要是停的早的话 咱们这边估计过些天 从新疆发不过来货 就会面临缺货了 还有就是这个快递 我们最近就是当天的订单 争取就是加快速度 当天给大家发出去 因为万一哪一天哪个城市停了 大家就收不到了 哎呀 咱们还压了几万块钱货怎么办 刚到了一大批货 压了好几万块钱 怎么说呢 其实咱们这每天的量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过几天就卖完了 应该不会压手里 还有啊 做生意 本来就要是贪点风险 你说一点货都不压 也不压钱 大家买了以后 这也缺货 那也缺货 然后好几天给大家发不出去 那体验太差了 就是咱们还是应该那个尽快的提高发货速度 最近备的货比较足 感觉速度越来越快了 火锅给吃个奶枣 这就是我们这九种 我已经把它倒在盘子里了 看看 咱们选的这个腰果是180的大腰果 紫皮腰果 然后这个是白枣 绿香菲 红香菲 葡萄干 咱们选的这个都是那个大葡萄干 你看 然后 这个NP最薄壳的这个巴达木 特别好包 然后 这个是那个开心果 这开心果都是那个自开口 不是机开的 它自开口口开的比较大 包起来很好包 夏威夷果 每个袋子里都送了一个开果器 这样开起来挺方便的 一转就行了 我们选的这个奶香碧根果 也是薄皮的 特别好包 轻轻一捏就行了 再看看这个五花果干 大葡以前居然没吃过 真是太out了 这里面怎是特别甜 我估计不止我一个人没吃过 应该大部分人都没吃过 现在收获条件比较好了 这些干果其实都比较常见了 看里面的籽 这一盘是奶枣 我们全家都特别爱吃的一种零食 外面裹了一层奶粉 里面是个红枣 然后最里面那个枣糊已经去掉了 放了一颗这个巴达木的这个 里面是一个颗包